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思考节目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个非常引人深思的议题 中国人对于通过精英制度获得更大财富的信心正在减弱 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项调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对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感到不满 认为这削弱了他们积累财富的机会 调查显示 与富有家庭的联系和出身富裕家庭 现在被视为财富的主要预测因素 这与2015年前的10年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能力和才华是最受欢迎的回答 这一转变表明人们对精英制度和经济能否公平地 为所有公民提供服务的信心减弱 这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 可能会对未来的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 即使习近平主席自2012年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不平等问题 推出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和共同富裕运动 但收入差距几乎没有变化 这份报告发布之际 中国最高领导人即将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会 政策制定者预计将在会上公布 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愿景 大家是否认为这些政策能够有效解决不平等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点点思考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Bloomberg的关注中国社会经济现象的文章 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国人民对通过精英制度获取更大财富的信心逐步减弱的现象 并指出了其背后的原因及影响 首先 文章提到了一项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的调查结果 在这项调查中 数千名中国公民认为 家庭背景和财富的传承如今成为了财富主要的预测因素 这一结果与2015年前的十年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人们更倾向于认为能力和才华是决定财富的关键因素 研究人员首次在过去20年的全国性调查中发现 不平等的机会已经取代了缺乏能力 成为中国人贫穷的主要原因 CSIS的研究员伊拉里亚·马佐科和斯科特·肯尼迪在报告中指出 这些趋势表明 人们对精英制度以及经济能否公平地为所有公民提供服务的信心正在减弱 他们警告说 这种情况的危险在于 公众对未来更加不确定 可能导致消费和投资新业务的意愿减少 根据哈佛大学的马丁·怀特和斯坦福大学的斯科特·罗泽尔领导的研究合作 认同在我们的国家 努力总是有回报的中国人 从2004年的62%下降到了2023年的28% 这项数据的变化清晰地反映了公众 对社会流动性的信心急剧下降 尽管中国政府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一直致力于解决不平等问题 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共同富裕运动 试图缩小贫富差距 但收入差距几乎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事实上 自1980年代末以来 中国的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最慢的 这份报告的发布 正值最高领导人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会 政策制定者预计将在会议上公布他们的长远愿景 旨在促进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 包括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尼尔托马斯和景谦在内的分析师预期 会议上将宣布促进社会福利的政策 这些政策反映了领导层对不平等问题日益关注的认知 尽管经济放缓 至少部分是由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但重大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仍不高 怀特和他的同事们表示 中国经济可能会继续沿着广泛的发展轨迹发展 去年调查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分别进行 样本量为12059、13022和7544 并通过流行的金融应用程序支付宝呈现 这使得研究者能够接触到非常广泛和多样化的受众 接下来我们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和评论这篇文章 所揭示的主要背景、内容和观点 首先,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 收入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降低 可能导致的公众情绪波动不容忽视 收入差距扩大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增大 可能会加剧社会的不满情绪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的整体稳定性 虽然目前重大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不高 但长远来看,持续的经济、不平等将是一个需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 其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公众对精英制度和社会经济公平性的信心减弱 可能会抑制消费和投资的积极性 这对于中国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势头来说是一个不利因素 消费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 公众信心的减弱可能使得企业和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更加保守 进而影响经济的整体活力 再次,从政策角度来看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反腐败运动和共同富裕运动显示了政府 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决心 然而,这些政策的效果似乎尚未得到完全体现 随着第三次全会的召开 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如何有效地解决 不平等问题上提出更加具体和可行的措施 才能进一步提振公众的信心 最后,从文化核心理角度来看 传统的努力、有回报观念正在被质疑 这对社会心态的影响深远 中国社会一直以来 崇尚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的理念 这种信念的减弱可能会影响到年轻一代的工作态度和生活方式 也会进一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综上所述 CSIS的调查结果和Bloomberg的报道 揭示了中国社会在经济不平等和社会流动性方面面临的挑战 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公众的信心 随着即将召开的第三次全会 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上 拿出更有力的措施 以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和可持续发展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问题的发展 并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和报道 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国人民对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感到不满 认为这削弱了他们积累财富的机会 这使得北京在关键政策会议上 重振信心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周二发布的一项调查 数千名中国公民认为 与富有家庭的联系和出身富裕家庭 现在被世卫财富的主要预测因素 这与2015年前的十年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时能力和才华是最受欢迎的回答 这项调查显示 不平等的机会取代了缺乏能力 成为中国人贫穷的主要原因 这是研究人员在过去20年 进行全国性调查中 首次出现这种情况 华盛顿智库在其报告中指出 CSIS研究员伊拉里亚 马佐科和斯科特·肯尼迪写道 这些趋势表明 人们对精英制度和经济 能否公平地 为所有公民提供服务的信心减弱 他们警告说 这种情况的危险在于 对未来更加不确定的公众 不太可能进行消费或投资新业务 根据哈佛大学的马丁·怀特和斯坦福大学的斯科特·罗泽尔领导的研究合作 认同 在我们国家 努力总是有回报的 人从2004年的62%下降到2023年的28% 自2012年成为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以来 习近平主席一直致力于解决不平等问题 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共同富裕运动 以缩小贫富差距 尽管有这些努力 收入差距几乎没有变化 中国的收入增长速度 自1980年代末以来最慢 这份报告发布之际 最高领导人即将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会 政策制定者 预计将在会上公布他们的长期愿景 旨在促进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 包括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 尼尔、托马斯和景谦在内的分析师预计 会议上将宣布促进社会福利的政策 报告指出 这些政策反映了领导层对不平等问题 日益关注的认识 尽管经济放缓 至少部分是由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但重大政治不稳定仍不太可能发生 怀特和他的同事们表示 中国经济可能会有 广泛的发展轨迹 去年的调查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进行 样本量分别为12059、13022和7544 问题通过流行的金融应用程序支付宝呈现 报告称 这使学者们能够接触到非常广泛和多样化的受众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女士们先生们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 我们看到的只是现象的一面 当前中国人民对精英制度信心减弱 主要原因是经济不平等的加剧 这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CSIS的调查 富裕家庭的出身确实成为了财富的主要预测因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崩溃了 事实上 这正是北京推动共同富裕政策的动力 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败运动 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 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 也许这需要时间 但我相信这些政策最终会带来积极的改变 楚天书你真是天真的可以 你们所谓的共同富裕政策 不过是指上谈兵罢了 看看数据吧 努力总是有回报的信心 从2004年的62%下降到2023年的28% 这是什么概念 这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努力工作实现财富自由 更何况收入增长速度自1980年代末以来最慢 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铁证 你还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些政策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谢奇奇 你这种唱空派真是让人无法忍受 难道你没有看到习近平主席的反腐败运动 已经让许多贪官无法再鱼肉百姓了吗 这些努力难道不是在为普通民众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吗 而且经济放缓至少部分是由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并非完全是政策失误 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专家们也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有广泛的发展轨迹 这证明了未来仍有希望 楚天说 你这魔说就太搞笑了 反腐败运动就像打老鼠一样 你抓了一只 就会有更多的老鼠出来 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游戏 你真的相信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吗 而且经济放缓的原因绝对不仅仅是周期性因素 政策的不稳定性和政府的过度干预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你提到的广泛的发展轨迹 只不过是专家们的客观评估 并不意味着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会因此改善 谢齐齐 你这种消极态度只会让问题更严重 中国的政策需要时间来见效 我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就能改变所有问题 习近平主席的共同富裕政策是长期战略 需要制度性变革来解决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就像古罗马的建设一样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需要给予政府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这样才能真正看到改革的效果 楚天书 你的乐观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你说的需要时间 究竟需要多少时间 十年 二十年 还是直到太阳从西并出来 这种长期战略的说法不过是拖延战术罢了 中国的普通百姓已经等得太久了 他们需要的是立即的改变 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未来 历史上 无数帝国因为忽视人民的需求而崩溃 你难道希望中国重蹈覆辙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出品的新型地图